根据中国央视的报道 中国前任国家总理李克强 今天不发心脏病 经过中国权力的抢救 无效最终离世 那这样一个新闻 也冲上了中国的新闻的热搜的第一名 李克强呢 他是在2013年跟习近平一起上任的 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还没有下去 李克强呢 已经完成了他10年的任期 那在他这10年里面呢 其实在中国以及各界都认为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弱势的一个总理 什么意思呢 总理他的职责跟国家主席不一样 中国的国家主席呢 那目前是习近平的 那历任的国家主席 他的权力是最大的 也是一号人物 第二名的就是国家总理 就是像是目前的是李强 那中国的前任是李克强 总理呢是第二号人物 他掌握的权力是排名第二的 李克强他是出身贫寒的家庭 也是通过自己一步一步的苦读读书 并且考上了中国的北京大学 并且攻读经济学 所以在他一开始上任的时候 很多中国的民众对于他 寄托了很高的一个众望 认为他可以改革中国的经济 但是呢就这样的一个有学识 也是这个高学历出身的 那经济的博士 而且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但虽然说当上了中国的国家总理 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实际上呢在这十年 李克强是根本没有施展的这个空间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在在任的这么多年一直不遗余力的去清洗敌派的人马 虽然都是共产党 但是共产党党内也有很多的派系 所以习近平呢对于敌对的一些派系 像是中国的团派啊 就是共青团这些团派的人马 也是进行了大换血 前阵子我们知道 那中国的前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时候 习近平当着全国人的面直接拖出去了 场面也是相当尴尬 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呢 李克强他出身草根 尽管没有任何权力基础 他还是在中共党内步步高升 甚至一度有望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他被视为受到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的大力支持 而与习近平关系疏远 他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河南省省长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等职务 作为从中国精英学校北京大学毕业的经济学者 他最初被委以中国经济重任 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断巩固权力 他在职业生涯后期越来越被边缘化 所以也被外界称之为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弱势的总理 那李克强是安徽定远人 那跟我是老乡 1955年7月出生在普通的公务员家庭 从小读书不用家人操心 所以李克强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并不是说家里有很大的权力 有很多的背景 也不是家里面有一些中共中央的元老 是出生在像是官二代这种家庭 他并不是 他的家里面就是很普通的一个 一个普通的人家中 所以他是从小透过自己的努力 读书才一步一步读到北京大学 包括攻读经济学 那最终也登上了中国的权力的巅峰 中国的二号人物 国家总理 有在关心中国政坛的一些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那之前就一直外界在传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跟李克强之间是有这个内斗的迹象 是有对立的 那就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一直推崇的中国啊 脱贫攻坚战 实际上是说中国的经济啊 大国崛起啊 都都是习近平的这个目标 那习近平在去年也说中国已经全面的战胜了这个脱贫的这个任务啊 并且号称中国已经完全的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那不久后呢 李克强就在中国的新闻上面针对中国的经济啊 他说了一句话啊 说全中国月收入不足一千块的人有六亿人 不足两千块的人呢 有九亿人 所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的这一番话 也就间接的表明了 其实中国的这个脱贫攻坚战呢 其实都是一个面子工程 表面工程 就是给国外看的 也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打肿脸充胖子 只是一种形象工程 我们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水平是三万元人民币 但是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一千元 一千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现在又碰到疫情 其中有一位农民工说他五十多岁了 在外打工三十多年 每年如此 但今年就没有找到工作 全家都陷入困境 对狗艺都劳动力啊 没有就业 那就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口 那前两年我记得李克强还推崇了一个地摊经济学 那前两年因为这个疫情很严重嘛 那中国的经济下滑得很厉害 那为了想要解决这个办法呢 李克强就是非常的懂这个人间烟火 就是关注到一些民生的一些问题 他就鼓励大家去摆这个地摊 能够这个缓解这个经济下滑的一些问题嘛 对吧 你在家里面呆的是在呆着 所以出去卖点小商品 当时就推崇了这个地摊经济学 那当时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 在三亚的时候跟一些朋友 一些同学 在考虑要不要在淘宝上面买一些什么小物件 晚上出去摆摆地摊 赚点收入 很快这个计划就泡汤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摊经济啊 是中国国家总理 也就是李克强他推崇的嘛 但是随之而来的这个被一些城管啊 还有中国的一些法律啊 法规啊 我们看到抖音上 当时很多人摆这个东西都被没收了 因为后来啊 中国呃 虽然说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很显然啊 这个地摊呢 后来是被严重的打击 是不可以摆地摊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就会觉得 你这是在跟我唱反调吗 对吧 我们现在都高喊中国全面取得脱贫攻坚战 干你现在让我们的中国老百姓出去摆地摊 不就是给我难堪吗 因为我对全世界喊 我们中国人现在站起来了 有钱了 怎么还跑出去摆地摊呢 对吧 这有损大国形象呢 但是李克强就不在乎这些 因为当时经济真的很 那当时因为疫情 很多人家里面真的是没有收入 一点收入都没有 所以他就是很懂人间烟壶 就是鼓励大家 开着自己的私家的车子 有车子开车子 装上你的货物 去街头去卖 2020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针对中国经济遭新冠疫情重创 提出地摊经济解放 来吧朋友们五块十块十块十块钱 在中国的文明城市口号下 一向是扣分因素的摊商全都出笼 当时李克强更亲自走进城镇探访摊商 之后各地纷纷放宽摆摊规定 民众买到手软 连摊商的死对头城管也成了摆摊好伙伴 然而这样的光景不用多久又猪羊变色 中国政府突然法夹弯 强势打压地摊经济 引起外界猜测 背后牵扯的是李克强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同的经济路线 有别于习近平的国家分配路线 北大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李克强 对市场经济有一定了解 因此偏向民营化路线 地摊经济风波让洗礼不合之说 甚嚣尘尘上 如今随着李克强逝世 各种奥秘恐怕已成永远的秘密 李克强卸任的时候 他也讲了一番意味尤常的话 让外界不禁在想 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呢 李克强当时说了这句话 说了什么呢 他说人在干 天在看 苍天有眼 当时还是吹来了一阵风 然后呢 他这句话就被外界在 这个说 这个应该就是暗指习近平的 就是说你做事情 不要做得这么绝 所以当时外界还很担心 他说了这些话的话 那万一他遭到这一个秋后算账 怎么办 因为当他卸任了之后 他就没有实质的权利 那上面随便给他编造一个什么东西 把他抓起来 或者随便制造一场车祸 或者是一场意外 就是说他因为什么什么病离世了 就像今天一样 甚至是中国网友 中国网友自己都表示 不可相信 因为他本身身体体质是蛮不错的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其实他们身边的配备的医疗 包括这些日常的这些饮食 什么的都是最好的 但是在这哪个状况之下 他为什么突然就离世了 以前也没有听说过 他有心脏病的这些病史 但是今天的第一次听闻 所以让很多中国网友表示非常的震惊 也没有办法理解 那么常说 人在看 天在看 看来是苍天有眼 另外的李克强 其实也好几次被习近平故意的放冷眼 就是给他难堪 在一个常委会上面 就是所有的常委都念名字 然后站起来跟大家致意 回李 但是当念到李克强的名字的时候 李克强站起来回李 李还没有回主持人 就立马喊下一个人的名字 就非常的尴尬 给他难堪 当时习近平还故意这样冷眼邪眼 看了一下他 就是非常的不屑 就是很明显 就是一些内斗的迹象在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又是习近平亲信的刘鹤 会议一开场 就让自己的长官难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 中国中央 不等李克强回碗里 刘鹤马上介绍下一位与会高层 在场官员赶紧停住掌声 李克强才点了个头 只好马上转身坐下 摸摸鼻子化解尴尬 李克强当众出球后 镜头又捕捉到 习近平疑似带着轻蔑的表情 斜眼看了李克强一眼 似乎证实习礼之争 并非空穴来风 李克强同志 会议上这中断的掌声 清楚说明了习近平的态度 中共党内的腥风血雨 恐将难以避免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胡锦涛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 这个现场就直接被炸出去了 当时呢 胡锦涛他离开的时候 唯一跟一个人打招呼的就是李克强 就是给他肩膀拍了一拍 就大概这个意思 当时也让很多的网友 让外界觉得 是让李克强要多保重 因为李克强就是胡锦涛提拔的 那他们是一个派系的 那这个派系的老大 胡锦涛都直接被习近平当着全国人的面 直接驱离了会场 那你说李克强肯定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当胡锦涛被驱赶的那个当下 他唯一打招呼的人就是李克强 当时就拍了一拍他的肩膀 随着中国国家前总理李克强的事实 中国的网络审查也临时的增加了一些限制 那是上些音乐的平台对一些音乐作品 进行了临时的审查 去年那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当时不是被暗杀身亡了吗 当时中国在好几个平台 叫一首可惜不是你 梁静如的音乐 当时甚至是不能听的 然后被临时就是被限制了 就是很多网友就是说 这暗指的意思就是可惜不是你 就是说怎么死的不是那一位 中国的那一位 所以是一种暗字的比喻 这样都被中国的平台给封杀了 但有部分中国网友在安倍遇刺后 纷纷在网络上留言这句话 引发热议 梁静如的同名歌曲一度被紧急下架 留言全遭到清空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很讽刺 然后中国现在没有封禁这些音乐了 但是还是有些限制 李克强今天去世之后 中国的一些平台对于一些音乐的作品 他现在的限制不是说不让你听 而是对于这些音乐下面的留言评论 进行了临时的审查 如果你的留言是正常的 看起来没有其他的意思 那你还是可以留言 但是如果你留了一些什么 暗字表示可惜不是你 怎么是李克强心脏病离世 而不是你 就是这种暗字的比喻的话 也是会被封号的 我们就看到有哪些音乐被限制了 有梁静如的一首歌 还是以前那一首 可惜不是你 另外还有中国的一些作品叫 你怎么还不走 还有一首歌叫希望你走 等等的一些音乐 遭到了中国的音乐网络平台的审查 这些留言就临时被限制 进行了临时的审查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那大家对于中国国家前总理李克强 有什么样的看法 以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想法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留言 互动分享 谢谢拜拜